高雄地检署在15号出动8名检察官大规模搜索日月光5个厂区 带回大批文件资料和电脑档案 专案小组正不眠不休的比对资料 希望找出其中哪个环节有问题 涉案层级有多高 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元冠说 高雄地检署正办日月光排放毒水语案 你有承办检察官 会同具有资讯电子专场的检察官 检察事务官 测验 解读在日月光公司 K1 K7 K9 K10 K11等五常区 所查扣的相关电子及监视器记录 测验 未修 正逐步离清 该公司负责人员 承计及通报留存 雄间表示 因为需要解读的资料庞大 已经加派人手处理 而在解读过程中 发现日月光部分人员的简讯和电子邮件被删除 删除日期就在10月1号被查获排放强酸废水到后进溪 以及10月5号透过海放管偷排废水这段期间 检方不确定这样的动作 是定期删除档案还是为了阴灭证据 已经请专家回复档案 将比对是否跟污水案有关 记者雄汇方高雄报道